众所周知 明日方舟是一款很抠细节的游戏 其中一些细节虽然没什么用 但是相当的有意思 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方舟中的家具 一部分是现实发售 一部分是常驻贩售 但是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 家具其实也是有心急的 其中很多细节如果别人不说 我玩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 这其中肯定有些各位没注意到的 我是豆章 今天我就来盘点一下明日方舟中 某些你可能没注意到的冷知识 上面提到家具是分心急的 也就是有稀有度 其中三星家具实际上非常的少 这些就是我所有的三星家具 除此之外 我没有的都是外部活动兑换的 这部分三星家具 相比几十套的主题家具 真的是太少了 但是其中有四个关于兔兔的 我只能说 鹰角能不能给我整个同款周边 嗨 不过画了不卖老传统了 来来来策划过来 我给你一拳 方舟中所有的干员 都有自己独特的天赋 大部分精二后天赋都会增强 而有些干员比较特殊 精英化后天赋会改名 比如调香师精英的天赋是薰衣草 而精二后变成了薰衣香 类似的还有莎莎的体力上限提升 精二后变成深海再生力 力的快速部署 精二后变成小个子支援 灵光精二后天赋更命为天马光环 最经典的还有属阿米亚 从三个问号变成情绪吸收 除此之外 有些干员的基建技能 随着精英化也会有所变化 比如令我印象最深的 赫拉格的后勤技能 超脱 挣脱 解脱 以上举例并不全 欢迎在弹幕里补充 下面是猎文虎客强迫症警告 可能会令人感到不适 可以跳到下面这个时间 黄票兑换区 寻访凭证和加急许可购买界面 UI没有对齐 上面多出来一条白线 强迫症直接裂开 就像是一叠非常整齐的资料 有人从中间抽了一张 看完放过去 然后没有礼席 那个东西突出来了 真难受啊 还有绿票兑换区 三星兑换券和四星兑换券 右边的UI没有对齐 危机合约训练场 左上莫名多了条白线 最后还有登录界面 开始唤醒按钮和上面的 Arknights的条也没有对齐 还有 在视频制作过程中 没有任何一个强迫症受到的伤害 因为 我不是强迫症 在新版UI更新后 训练师中干员专精 以达专精上线改成了白色 旧版UI这块是黑色的 同时还有个没改的 如果所有干员的技能 全部都专精满了 就不能在训练师中看到了 比如我这个专久的赛爹 训练师中就没有了 还有就是干员如果技能没有升到7级 在训练师中也是看不到的 如果想要训练师提升信赖 就得先把干员技能升起来了 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协助者的位置上 一样可以获得信赖 每个关卡的开始行动实际上有两种 第一次不消耗理智会有标志 并且 还有个关于演习的bug 可以在演习里面使用代理 手机上比较好操作 两根手指同时按代理指挥或者演习就可以了 进取之后是蓝色的开始行动 并且不能更换干员 这就是成功了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负责 我负责开摆 感觉真不错 打完之后当然也是和演习一样 没有任何奖励 下个与战斗抢关 帮中中有些隐匿的敌人可谓是非常厉害 隐匿状态下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正常AOE也无法击中隐形的敌人 这就挺离谱 你看不到我 我就不会受伤 同时隐匿的敌人也不会受到 琳兰虎虎秒然或者概质化的影响 但是 凡事都有例外 水城的三技能却可以减速隐匿的敌人 你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叫 他XX限定 实际上水城减速的是地板 而不是敌人 同样效果的还有小莫的天赋 大概也是同理 众所周知 在原石地板上干源掉血 并有buff加持 但是方舟中有且仅有一个高台的原石地板 就是活动五间异化的SA-3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 击杀回费先锋 被原石地板击杀 会回复一点费用 这博士可是真血啊 怎么不给撤回来啊 干源真是太经验了 来 围草 给大家整个花活 顺带一提 这可能不算冷知识了 战斗时是可以暂停放干源的 操作非常简单 模拟器的话 把干源拖出去不松手 按下ESC 手机上按下返回键 就可以实现秒下干源 就可以打出一些非常帅的操作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是奏章 如果觉得视频有意思 这里还要上得起 同时也别忘了给个三连啊 还有点个关注啊 亮仔 会给大伙多整点好活儿 最后祝各位游戏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